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继续讲汉悦夫当中的名片 《十五重军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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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世斯德归》 大家看看汉朝的时候 这个打仗真的是 他征兵的人数 这个是年龄有些很小 有些很大 我们现在一般征兵比方说十八岁以上 多少岁以下 但是一场战争如果进行到非常艰难的 乡子阶段人口不足的情况下面 他有时候年龄会放低 上线的年龄会放高 你看这里讲的是《十五重军针》 《八世斯德归》 有没有夸大 我们可以思考 我们可以思考 那么十五岁他就重军去了 《八世斯德归》 当然这个文学作品可能有夸大 就是一辈子都在部队里面渡过了 渡过了 那么现在回家来 大家看看情况怎么样 到逢乡立人家中有阿水 他一心想着大家心里想想 多么希望回家 是不是 看看 那么路上碰到乡立人 你是什么地方人 我是什么地方人 那么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 我叫什么名字 我这是什么地方 我这是什么地方 家里还有什么人 结果人家告诉他 怎么样子呢 遥望四军家 松伯 钟蕾蕾 他说 哎哟你住在那个地方 我远远看去你的家里 好像后面的山上都是坟墓 我们今天生活在杭州 大家坟墓跟我们住的地方搁得很远 我曾经上山下乡到农村里去劳动 我下乡下的一个山区 农民的村里有时候它房子造在山脚下 后山就是自己的祖坟 所以这个我很理解 就是前面是自己的家 黑了后门看上去 就是自己家里死去的亲人的坟墓 所在地 现在有些地方还有 还很多的农村里 那么他回到家了 大家看看怎么样 兔虫狗斗若 直虫粮上飞 那么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家里还有没有人啊 房子已经瘫 已经破烂不堪了 这狗洞还在 狗洞还在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农村有些家里养狗 这个狗往往在墙角上开了个洞 狗进出 那么现在野兔从狗洞里面进出 家里狗已经没有了 是不是啊 那么子 子什么呢 子是野鸡 野鸡从梁上飞 野鸡在我锅梁上面飞来飞去 可见他家里的窗户啊 什么东西门啊都没有了 房子剩下一个房子的架子 啊 中庭生吕锅 井上掌吕葵 啊 中庭就是客厅 客厅上面活着 活着叫中堂 中堂上面长出了野骨子啊 啊 那么井上面长出了野菜啊 野菜啊 那时候他心里啊是非常之的痛苦的 啊 痛苦的 耕饭一时锁 不知一额水啊 我们大家知道出门尽忠啊 回家尽孝 他十五岁就离开了家 十五岁父母亲一郎都还在 哥哥嫂子都还在 那么现在回到家里 他想尽尽自己的孝心 是吧 尽尽自己的孝心 把饭做好者 这个饭送给谁呢 耕饭送给谁呢 无论是野骨子做的饭 还是野菜做的汤 我总有个亲人可以送吧 有个老人可以送吧 但是家里已经没有人了 出门 东向望 泪落 沾我衣 出门 向东面看去 眼泪掉下来 把我的衣服都沾湿了 大家看看 短短的一首十五重军针一首诗啊 反映出了当时军 那个冰域 和冰域的一种 现实的一种情况 我们大家知道 两汉时期啊 都有战争 战争 所以这首诗 作于什么时候 我们缺期的时间不可考 我想要么是西汉末年 要么是东汉末年 要么是需要打仗的地方 也不一定东汉末年 你想有时候 战争的时候啊 当兵啊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们再看一首非常有意思的一首 生活方面的一首诗 有个男子离婚了 离婚了以后 后来再娶了一个媳妇 前夫跟原来的妻子碰到 怎么样子一幅 有趣的一幅景象 大家看看 这个题目叫上山彩弥妇 汉月妇呢 往往都是用诗歌的第一句话来做题目 这也是我们古诗的一种形式 上山彩弥妇 下山逢故妇 上山去彩一个野菜 下山呢 彩一种植物 那么下山呢 碰到了原来的丈夫 原来的丈夫 看起来两夫妻感情还好 看起来两夫妻感情还好 因为封禁社会里面 我们大家知道 女子有切磋子条啊 你假如我们现在在中国的大地上 世界上的人都说 中国的女子是最幸福的 我们这里女生很多啊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到幸福 你们现在还在笑读书 读书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啊 封禁社会里女孩子读书 能够享受到个男孩子同样的待遇的 本身就不多 你像梁三波周英培 她自豪女伴男章出去读书 对不对啊 女子当然有些是有文化的 都是富贵人家 你像李清造成都有文化的 他们都是有一定地位 有一定经济实力 那么把老师请到家里来叫 这个是可以的 可以的 抛头路面到外面读书啊 像两三波周英培 大家知道 女伴男章 这也可以的 这是一个幸福 你们现在今天在笑读书 跟男生一起 我满眼看去 女生好像超过男生 我们读大学的中文系 是四分之三是男生 四分之一是女生 现在我看过去 四分之三是女生 四分之一是男生 这个也比较 这个也比较精进现实了 那么还有一个女子很幸福呢 地位很高 但是在封建社会里 我哈板上写了切除字条啊 你假如犯了错误 或者是男子看不惯 或者是男方家里公公仆仆看不惯 他可以把你戳掉 你如果交往不慎 他可以把你戳掉 你如果对公公仆仆不尊敬 可以把你戳掉 你对丈夫不尊敬 也可以把你戳掉 你假如甚至不会生儿子 也可以把你戳掉 这个戳 用不得经过什么民政局啊 或者经过街道啊 经过什么法庭啊 他去写一字修书 你就可以回去了 就可以回去了 一部电影叫《碧玉山》 我们大家可以看看 里面就有一个场景 就是写这个的 男方写了一封信 叫他带走 你就不要回来了 那个《碧玉山》里面写的 还都是有地位的人 并且女方没有什么过错 这里呢 讲的是汉朝的 汉朝我们得过一首诗 叫《孔雀东南飞》 大家知道 那个也是他仆仆主张 就把它戳掉了 没有什么二话 所以女子的地位啊 在我们中国的封建社会里面 是很低的 但现在是很高的 现在主动权 有时候掌握在我们女子手里 是不是啊 你男子家人物不好的话 我把你戳掉 戳掉 你净身戳户 这个要戳掉 是不是啊 所以现在世界上说 中国的女子是最幸福的 当然还有一句话 世界上男子最幸福的 泰国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这里我们不谈 我们看这首诗 这首诗 这首诗诗写的很有意思啊 一个场面 上山彩迷腹 下山逢姑父 我到山上去 彩直卧啊 那么下山的时候 碰到原来的丈夫 前夫啊 当然他现在还没有结婚人啊 也不是前夫 就是姑父啊 姑父啊 姑父就是原来 曾经死我丈夫的那个人 两个人碰到还讲话啊 常跪问姑父 心人佛和鲁 看起来两夫妻感情不错 是公公婆婆 把他撤掉的 跟孔雀东南非里面一样啊 常跪问姑父啊 那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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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跪当然是 汉对见人的一种仪式 我们大家知道 嗯 古人都喜欢跪着讲话 是不是啊 我们今天看那个电视连续剧啊 这个三国演义里面啊 在两汉的时候 大家都跪着讲话 一种一种 就是两个人坐下来 好好地谈谈 常跪问姑父啊 问姑父 问原来的丈夫 问原来的丈夫 你现在重新结婚了 你感觉到你现在娶的妻子怎么样 啊 这个言是个虚词 没有什么意思啊 啊 她丈夫的回答 啊 心人 虽然好 畏若 孤人 啊 心人 不错啊 啊 她当然这个丈夫看起来比较厚道的 她没有说我现在妻子不好 我现在妻子抹叶擦 我现在妻子难看 她都没讲 心人虽好 畏若孤人 啊 心人是不错的 但是我觉得还没有你那么好 容貌也没有你那么好 这个这部的技术也没有你那么好 啊 颜色类相似 手找不相濡 啊 颜色类相似 还可以跟你比一比 我们大家知道 原来的妻子肯定年龄大一点 现在 新的妻子年龄可能轻一点 漂亮一点 但是呢 也只能跟你相似 啊 但是手艺手找 手艺不相濡 手艺绝对没有你那么好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中国人喜欢男跟女 这样子一种家庭模式 就是说她这部 这部的技术 绝对没有你那么好 心人从门若 孤门 孤人从阁去 啊 这个 心人 我们大家知道 封街就是现在也一样的 我们假如娶媳妇的话 一定要 从大门进来 啊 大门进来 并且是 这个 从大门进来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中国还有一个习惯是 呃 女方的媳妇啊 要用车子 要用轿子 要用船把它运过来 我们南方比较多的是 比如说 有一个流行的一句话 叫大姑娘做花轿 第一回 第一回 最婚可以不要 啊 第一次结婚一定要做花轿 女孩子 第一次结婚一定要做花轿 啊 各地都如此 封街社会里都是如此 为什么要做花轿 一个是表示男方对女方的重视 第二个女方也可以啊 以后假如两夫妻生活当中 或者矛盾吵架的时候 女方可以问南方 又不是我自己愿意嫁给你 你花轿把我抬累的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还可以拿拿对方 啊 拿拿对方 但是 她走的时候呢 就不是这样子的 故人从隔去啊 啊 你把我赶走的时候 你把我修掉的时候 你把我出掉的时候 你还是 啊 你还是 把我从后门送走 啊 这个女方一点不高兴了 你现在你说 你现在娶得妻子 还不如我啊 啊 不如我 你看 心人从门若 孤人从隔去 啊 孤人从隔去 你心人可以从大门进来 你但是你把我呢 从后门 那个小小的后门啊 送走 这不应该的 啊 不应该的 你对我不好 啊 你对我不好 下面又是丈夫的话 心人公折间 啊 啊 丈夫给他贪苦啊 真的不如你啊 你以前可以 这那个白色的卷子 现在心人啊 只能够 这那种杂色的那种尖 啊 尖 并且说的我也比不上你 这尖 日一片 这束五丈鱼 啊 那种血白的 高质量的布啊 你能够每天能够 这五丈多 他能够呢 每天呢 只能够折一片了 剑价的那种尖啊 啊 江尖雷笔树 心人不如故啊 呃 假如拿尖拿到市场上去交换 活得的钱的话 还不如你五丈多的树啊 啊 这个 拿到的钱 来得多 啊 来得多 所以 古代的女子 假如能够这那种丝质品啊 这个是 能够折卷的话 这个技术是比较好的 卷也代表一种高贵 尖也代表一种低贱 啊 低贱 我们诗经里面 蒙里面讲到了 蒙字痴痴抱不莫斯 啊 是不是 蒙字痴痴抱不莫斯 我一前一后选了两句话给大家看看啊 诗经 比我们汉语福早的 里面蒙字痴痴抱不莫斯 非得莫斯来救我莫 什么意思 大家看看 蒙字痴痴什么意思 痴什么意思 我们书本里的解释 一种是笑嘻嘻 一种是忠厚帽 我觉得这两个解释都是有问题的 每天一个男子笑嘻嘻的 你们女孩子喜欢不喜欢 大家觉得他不够稳重 忠厚老实 当然这是一个好的品质 但是我们女同胞喜不喜欢 我看也怀疑 忠厚老实当然是好的 但是鲁迅先生讲过忠厚老实 也是无用的一个对名词 这个人可能没用 不能够代表女孩子都喜欢的人 我觉得这个痴痴是另外一个解释 假如用这个字来解释的话 可能女孩子都会喜欢的 一心要追求她 每天来来来追求她 这个人可能也是笑嘻嘻的 可能也是忠厚老实的 也可能是非常能干的 是不是 这个可能就很喜欢 痴痴跟那个痴痴是通的 这个深境易通 古代的字有时候 大家告诉大家读古书 我们古代文学的课 我就告诉你一个诀窍 你讲了读古书 读不通的话 你就拼命读她的声音 她的声音跟哪个字相通 有时候就得出正确的解释了 比方说我们组织里面 日月或其不延细 日月或其不延细 这个延什么意思 这个延就是这个延 日月时间过得珍贵 一点不会延长 就这个延 你不要 你就是那个 你许她的声音 这个声音 躲下去 这个声音就出来了 蒙子痴痴 抱不莫似 这个男孩子的女孩子 真是痴啊 痴心啊 是不是啊 每天来来来来来来来 伺候你 每天来来来来来 每天给你发手机短信 你怎么样 你起床了没有 衣服穿了没有 饭吃了没有 什么 不感动你也要感动 是不是啊 感动了则算了 嫁给你吧 拉倒 一耳抽雷 以我鬼切 是不是啊 这个马上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词 我觉得对的 我这里讲的是诗 大家看看 蒙子痴痴 抱不莫诗 这个诗 肯定比布瑶高贵 肯定比布瑶高贵 是吧 这也是代表一种高贵 下面我们讲的 原名戏剧里面 赵五娘猜不邪里面的一首诗 一句话 他问他 这个女子赵五娘出来自我介绍 我是寸丝不挂体 我看了一本书的注解 非常有趣的 寸丝不挂体 注射 没有衣服穿 这个注射对不对 大家看看 这注射肯定不对 你说他上面要服饰公朴 下面要照顾孩子 还要自己养家糊口 没有衣服穿 这个注解肯定错 所以我们买到一本书 街上买到一本书啊 千万要注意这个注解的水平 高还是不高 就体系人这种地方 寸丝不挂体式 没有好衣服穿 这里面我们看看 这里面也是一个象征的意义 是什么呢 他拼命的男子跟女子讲 他实际上也是用了个比喻的一种手法 新人公则见 故人公则素 这间热一撇之素五丈语 将见雷比素 新人不如故 他把新人比成是奸 他把孤人比成是素 看起来这个夫妻感情啊 还是非常好的 比雷比续 重新结婚了之后啊 老婆啊 我还 你还原来现在娶的老婆 还不如你好 当然 这是两个人的悄悄话 古与府里面 有时候也有非常有趣的事情 有趣的事情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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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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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离婚掉的妻子回去啊 可能心里要温暖好几天 原来我的地位还不错的 在已经离婚掉的丈夫的心目当中 他还是爱我的啊 他还是爱我的啊 等等啊 当然现实情况怎么样 离婚离掉就离掉了 没办法了 他已经重新结婚了 是不是啊 你要回去也基本上不可能了啊 你要回去基本上也不可能了 所以这也是一首上山扯迷腐啊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家庭剧啊 家庭剧 当然写的最好的就是恐惧东南飞 交中亲戚 题目叫 恐惧东南飞 所以我们取他的第一句啊 第一句 前面一个序言 汉莫静安中 卢江府小吏 交中亲戚流逝 为中情某所且自始不嫁 其家彼子那头谁而死 中情文字也字也语亭树 只能双子为思云儿 这首诗我们高中的学库吧 学库的 学库的我们就不多讲了 大家看看 回去自己看看 这个起性起得特别好啊 诗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汉语府啊 他是从诗经演化过来 他继承了诗经的很多的传统啊 他有现实主义的那种风格 孔雀东南飞 无礼一陪毁 这个写的 这个起性起得特别好 这个十个字啊 简直是一字千经 一字千经 十五十三能治素 十四许彩意 十五谈空吼 十六诵诗书 这个交中亲的七字啊 他是有文化的 诗经能够多 书经也能够多 这个真是不容易 实际为君妇心中常苦悲 苦悲什么悲什么事情啊 我估计悲的是丈夫不得身边 自己没有孩子 每天守空房 她丈夫每天就上班去了 她丈夫是个公务员 每天上班去了 路还不少呢 每天守空房 君记为福利受戒情不宜 见其守空房相见朝日夕 隐藏着没有生孩子的一个根源 两个人不在一起生什么孩子啊 我们大家知道鲁迅先生 她有一个夫人 对不对啊 她夫人长期不在一起 她夫人后来帮助鲁迅先生 照顾她的母亲 她后来是跟徐广平在一起 当然有儿子 周海英 后来有人我看了一个记者 人家问她的大夫人 周安 你怎么没孩子啊 她说大先生不跟我在一起 哪里有孩子啊 是不是啊 这个是没办法的 所以这里面她也没有孩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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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